连接车载运的一箱箱运动饮料和茶饮大量散落在快速道路上 连接车头撞到严重扭曲 连轮胎都撞到变形 保险感当场脱落 那放置在车道中央的扭则溪 护栏有的碎裂有的上头 到处是擦中痕迹 事发就在13号上午一辆满载 饮料的连接车行进台61线北上103.5公里 苗栗后龙路段竟失控撞上中央护栏 但来听肇事驾驶以及警方怎么说 好警方追查真性驾驶 疑似恍神没注意道路间距 擦撞路边霍栏之后 在往前推撞黄信司机所驾驶的小货车 双方驾驶经过酒测都没酒驾 那所幸事故也没造成任何人受伤